大家好 这里是真爱小淑良 这条鲁鱼是早上刚从赛事上买回来了 特别的新鲜 那么今天就来给大家分享鲁鱼汤的做法 鲁鱼汤的做法其实特别的简单 但是还有大部分的人熬不出这个白汤 那么接下来呢 就来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 等样才能让鱼汤如同牛奶一样纯白 浓郁呢 那接下来就跟着视频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第一呢 我们不管在做什么鱼的时候 一定要把鱼汤都给它剪掉 因为鱼汤的腥味特别的重 如果不给它处理掉 直接会影响菜品的气味以及口感 然后用流水把鱼松洗干净剂口 然后把鱼拿到赛板上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把鱼给它改个花刀 我们在改花刀的时候 记得刀口不要切得太深哦 刀口切闲一点 煮出来的鱼才会更加的好看 切好后再把鱼放到一个大一点的碗中 上面我们再来切点这个生姜 先给它切成薄片 最后再给它改刀 切成细湿 切好后再准备一个松节 然后放进去鱼里面 然后再用松姜 把鱼鱼给它涂抹均匀 我们在腌制鱼鱼的时候 不需要放太多的调料 尤其是料酒 因为鱼鱼本身没有少腥味 刮加入料酒反而会影响它的口感 松姜细心就足够了 给它腌制五分钟 时间到我们再把松姜给它挑线干净 然后再把鱼直接拿到案板上 这个时候我们再准备几张厨房的纸巾 把鱼身上的水分给它吸干净 这样子我们在煎鱼的时候 比较不容易破皮 里面也要给它刷干净 然后放一边备用 下面我们再来准备一点配料 准备一个生姜 给它削成薄片 然后再给它改刀 削成细湿 下午后把它放到盆中备用 然后再准备几根香松 给它削成葱花 削好后跟松姜混在一起就可以 如鱼汤想要更加鲜甜美味 豆腐是必备 加入烂豆腐会让鱼汤变得额外的鲜甜 然后再把豆腐给它削成小块 削好后放一边备用 下面我们开始制作咯 洗过后加入一勺花生油 这个时候我们再加入一勺食用盐 这样子煎鱼永远都不会破皮 这样子煎鱼永远都不会破皮 食也会更加的入味 然后再把鱼给它放入瓜中 一干放进去的时候 我们先不要去动它 我们点一点瓜里面的油 让鲁鱼瘦肉均匀 煎到鲁鱼在瓜里可以推动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给它翻个面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子煎出来的鱼一点都不会粘锅 也不会破皮 颜值特别的高 煎至两面金黄时 时候再把开水给它倒入锅中 记住熬鱼汤一定要用开水 用浓水熬出来的鱼汤不仅没有那么鲜 而且也不容易让汤变得更加浓白 把鱼煮开后 然后再给它倒入砂锅中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汤汁 里面的鱼汤 现在是不是特别的白 特别的浓郁 这个时候已经特别的香了 然后再把白鱼豆腐 还有姜丝一起放进来 然后再把盖子给它盖上 继续用中滑 给它熬煮五分钟 时间到了 我们下面直接来调个料 加入适量的食盐跟鸡粉 最后再来一丢丢的胡椒粉就可以了 不需要放太多的调料哦 最后再撒入松花 美味即可 鱼汤这样熬 跟牛奶一样白 刚白味鲜不油腻 天冷了喝上一碗暖身又暖胃 喜欢的话就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